两人在这几天的相处中更近了些 互相的称谓也随意了些 魏堂兄 我猜你就在这 今天给你带了些酒来 说着 蓝西辰将手中的两坛酒 就放在了魏默然面前 蓝焕兄 今天跟着去治理水碎 晚上还有精力来陪我这个闲人 魏默然笑着请他坐下 难得寓意知己 自然精力也多了些 你今日既然拿了酒来 不陪我喝一杯 不了 不了 我以茶代酒 好 君子不强人所难 说着 魏默然给蓝西辰面前的茶杯里 倒满了清茶 自己开了谈酒 蓝西辰温润一笑 两人对饮了一会儿 魏默然不知想起了什么 道 蓝胸不必在意 那因为标记产生的莫名情感 只是临时的而已 过段时间标记解除了 便不会再有了 蓝西辰听到这话先愣了一下 微微笑了笑 道 魏胸怎知我是一时冲动 魏默然抬头 对上蓝西辰的眼睛 蓝西辰眼神中的情感 让魏默然不法回应 避开 蓝西沉见他躲避自己 淡然地说 魏胸有重义之人吧 无妨 我 还未说完 魏默然插话 蓝胸可能不太了解我的为人 我并不是个凉拌 两人再次陷入沉默 半晌 魏默然开口 酒喝得多了 有些乏 回屋睡了 说完起身 向屋内走去 蓝西辰坐在原地没有动弹 魏默然推门进屋 看到空空的床 莫名的空虚感充斥内心 转身对坐在原地的蓝西辰道 别走了 在我这里睡下吧 说完 转身进了屋子 蓝西辰抬头看他进屋的背影 缓缓起身进去 两人未点灯 也未脱衣 就并排躺在床上 平静地呼吸 不知过了几个时辰 魏默然好像是睡熟了 习惯性翻身抱住身旁之人 蓝西辰睁眼转头 看着魏默然的脸 他的呼吸就这样 打在自己脸上 魏默 我真的不是一时冲动 蓝西辰低声说 说完转头看着屋顶片刻 缓缓闭眼 阿县 身旁之人突然叫出的人名 让蓝西辰猛地转头看向他 原来 他说的为人和他心里的人是 魏无县为公子 而那两人的屋子里 魏无县与蓝忘机平躺睡着 魏无县突然转身问道 蓝湛 你最近是太累了吗 蓝湛为睁眼也为说话 像是睡着了 蓝湛如果伴侣之间 对方突然不愿意碰你 是不是代表他不爱 魏无县话没说完 眼前之人猛然将他压住 这种事下次直接说 蓝湛将脸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 独士 蓝湛 会不会突然了血 要不你先下来 魏无县道 既然提出来就别后悔 爱爱别啊 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晨起 蓝湿弟子来蓝忘机房门口敲门 蓝忘机早早收拾好了 开门对门口之人 是一小声血 回头看了看 床上还四仰八叉睡着的魏无县 与蓝湿出了门 魏莫染依然是醒得很早 在屋外停重担琴 蓝湿晨起身时 身旁的位置已经凉透了 出门看到魏莫染在院中抚琴 走到其身前道 我走了 好 魏莫染未抬头 低声答道 蓝湿晨对他昨晚的是只字未提 转身离开 魏无县醒来时 大概已经快晌午了 起床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忽然意识到 大家可能都已经出发去治理水碎了 自己起得太晚 那便在家里找点别的事做吧 出了后院 便在前厅与魏莫染相遇 两人气氛尴尬 双双停留在原地 看着对方沉默 两人僵持了数秒 最后还是魏莫染先开口 阿县 魏无县恭恭敬敬地给魏莫染行了礼道 兄长曾经的魏无县 从来都不会给魏莫染行礼 更不会叫出兄长这么生分的话 魏莫染苦涩一笑 叹了一口气道 阿县来我屋里做做吧 魏无县犹豫片刻 想想还是点了点头 跟随魏莫染 回到曾经久住的屋里 有一种莫名的陌生和失落 魏莫染和他同坐在茶桌各两侧 魏莫染在杯里蒸上了茶 推给魏无县 两人静坐许久 魏无县决定先开口 兄长进来 挺好的 你和狼忘机也还好吧 嗯 两人的话语显得尴尬且生疏 魏莫染终于将话题转回来 表达自己的想法 阿县 父母走得早 你是我唯一的血亲 所以我可能过于的偏执了 魏无县低着头不说话 阿县 其实我对你除了亲情 真的再无别的情感 只是因为害怕失去你 而做了这些错事 没想到 到头来 反倒失了你我之间的情分 魏无县依旧低着头 眉头微醋 阿县 我知道过 两星号星号 是会和狼忘机 他们去姑苏的 我没有别的想法 只希望你能幸福 如果受了委屈 记得你还有个兄长 说着 魏莫染有些眼角含泪 可依然扶着微笑 魏无县抬起头 看向魏莫染 原来她的眼眶里 也早已布满泪水 魏无县抬头 透着雾蒙蒙的泪水发现 原来这些天不见的魏莫染 透露出的是 那么颓废与疲倦的神色 魏无县突然笑了 笑容如初 用手抹了泪 道 我不怪你了 哥 就是这一瞬间 魏莫染的泪 再也无法在眼眶中停留 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流进那如是重负的笑容里 两人起身抱在一起 是来自亲情的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